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认真的让大家知道 这些朋友他们都是普通人 王显芝强调要摆脱蓝绿两党轮替执政 让普通人参政 让他能够进入国会 推动地方财政划分法修法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 过去从1999年一路到现在 财政收支划分法完全没有修正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视过去二十几年来 在基隆市被大家一票一票所选出来的 蓝绿政治政党的立把委员 有哪一个真正在这个议题上琢磨 可是我们看到 基隆市老是烂路王的名号摆脱不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 我们的营养午餐始终没有办法 跟上双北的价格 也是因为没有钱 甚至我们的李林公园 没有办法定期得到维护 也是因为基隆市没有钱 更夸张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千疮百孔的 基隆市公车系统 他甚至连买车都要买其他县市 淘汰给我们的二手车 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隆市的市民当然会觉得 自己永远都是二等城市的公民 陪同王醒之登记参选的 包括律师 尊重者 文史工作者及劳动和青年 来自百工百业 你可以看到过去二十多年来 没有一个蓝绿政党 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在二十几年来的过程当中 针对这个法提出明确的修正 我们只知道这个法案 从一九九九年修过之后 就一直没有动静 他长期以来就是造成是一个 财政分配结构不公平的制度 就一直存在在这边 可是过去这么多年来 基隆市为中华民国 基隆市为整个北台湾 我们贡献了多少 贡献了我们多少的劳动力 贡献了我们多少环境成本 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被好好计算 所以请之必须要沉重的呼吁大家 立法委员到底应该要做些什么 我们非常清楚的指出 必须是要在法治面上面提出 比较完整跟深刻的改革 而这件事情大家过去也可以看得到 省知的能力条件 政治道德与操守 我们都相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工作 给扮演好 除了王省知登记之外 也有小名参政欧巴桑联盟立委参选人 谢海清登记参选 现年二七岁 本身是教育工作者 代表小党参选 现在国会里面 就是很少会有支持 就是有儿童人权理念 跟就是把家庭照护 跟亲子关怀的 有这样理念的候选人进去 那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家庭 跟一个妈妈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自己想要 就是推动的一些亲子的教育的议题 然后还有儿童人权的议题 带进国会里面这样子 那虽然小党就是在参选 就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之前的 得到的选举的票数也是第六大党 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次的选举 我们还是有信心 就是可以选上这样子 利用市选委会从11月20号接受 区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员的登记工作 截至今天11月23号为止 有五组的立委候选人登记 那明天还有一天 24号是最后一天 我们依法来办理选举登记的工作 根据市选委会统计 截至23日为止 包括民进党参选人郑文婷 五党籍参选人黄洁阳 家庭基本收入党邱少佑 五党籍参选人王醒之 及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参选人谢海青 总计五人完成登记参选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为了发展基隆观光 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 今年9月份已经前往日本考察过 并且编列5000万元 计划向日本购买两艘水入两用的鸭子船 更计划由基隆市公车处来经营 训练市公车司机来开这两艘鸭子船 我们希望可以在11月到3月的时候 每日会有7个班次 然后4到5月9到10月 每日可以拉到8个班次 然后6到8月是暑假的旺季 天气也相对的比较稳定 可以会有9个班次 然后以单次的乘客来算的话 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看的鸭子船 大概可以在40位 40位左右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做一些 就是问卷调查 那其实高达7成 我们做了2000多份的问卷调查 其实高达7成的人 对于这鸭子船是蛮有期待的 然后有百分之大概90以上 其实是飞机勇士的人 对然后所以 希望可以搭乘率可以达到7到8成 然后这个7到8成 其实跟我们在日本去搭乘鸭子船的时候 其实那个搭乘的乘数是差不多的 其实每一班大概都有7到8成的这个数字 那保守预估的收益可能就在2500万里面 那这回到刚刚冠宇玉座有提到的一个问题 修散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也有去参考了 所谓的高雄的这个比较失败的案例 高雄其实它的票价 那时候它也是用5000万买入两艘鸭子船 票价全票是250 团体票200 又一代票150 那它其实 基本上 它的修散是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那它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买了美军的二手的这个鸭子船 它是买美军退役下来的鸭子船 跟我们现在要去日本买的 这鸭子船是截然不同 因为我们这一艘是全新 而且它是用一输子 就是用50零的车身 所以未来的修散 其实台湾也有50零 由采发处来负责购置 那车的船体由公车处 负责运具的维修跟保养 训练及吊派与驾驶 然后未来希望是可以有专业的公司 来进行这个票券包装 售票系统 那这个是载客小船 那其实我们的驾驶员 需要有两张执照 一张是这个大巴的执照 大客车的执照 那一张是这个小船的执照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都是两张执照 就是所有的驾驶人也是两张执照 然后甚至有大富在旁边 就是有这个UBI的这个驾驶在旁边 市议员担心因为没有确切的营运内容 在基隆港下水的地方 又可能受到商港和渔港相关法令限制 而高雄市跟英国伦敦 又都有亏损失败的前车之鉴 虽然日本和新加坡也有成功的案例 但是如果又交给基隆市公车处来营运 万一成为前坑更麻烦 因此这笔预算让反对和支持的议员们 又纠结又争议 在上一届议会几本席也曾经跟林佑昌市长谈过说 我们可以来试着来思考 来推动所谓的水上计程车 或者是水上巴士的这一件事情 但是当时候我们唯一的 第一个要先要求的就是 我们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的港区范围内 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我们要进行所谓的鸭子船的相关的一个采购 其实我们至少要经过所谓的可行性的一个评估 或者是营运计划的一个提出 要不然我现在担心的是 我买了这两艘船 花了五千万 用了人民的纳粹钱 结果它是一个前坑 我们基隆市的观光巴士我们的公车 本来就有亏损的状况 请问产发处经过什么样子的评估之后 认为我们在用这个鸭子船的这一个政策的时候 可以让基隆不再出现第二个大坑呢 所以现在公车柱已经缺司机 并且司机到了上线 财组单位没有办法让大家提高 我还要再找司机去开鸭子船 这个真的有点太过异想天开 而且是对公车处太过挤压了吧 我们在深山清山乃乃买了一台高级的跑车 结果这个跑车根本开不出来 因为连道路都没有 那怎么办 那不是在浪费钱吗 你要先确保我们有道路 我们要确保有办法 这个车子买了以后有办法开出来开出去 一样的道理 这个鸭子船买来 你要确保你有司机 你要确保你能够至少营运下去 最后有没有办法成功 我们不敢说 不敢说现在就直接给你一个答案 现在直接去唱衰你当然是不好 但是你好歹也要做出一个尝试 给我们一个基本的营运计划 因为可能有先前的先去勘察过 不过一下子说 谢市长说我要弄太空船 路线都没有 还是怎么样都没有就做了 那一个首长上任的话 也是明年的话 这个议算算是谢市长 今年第一次编列 那新任的首长上任的话 我想本会的同仁 应该是要给我们谢市长做做看 我想这边的议员 大家应该都是赞同 我们来购置这两艘船 但是你要把营运计划写出来 来说服这些议员 好不好 这是因为刚才陈冠宇远说的没错 基隆已经有一个乾坑了 5亿多的乾坑 这是5000万而已 5亿多的乾坑放在那边 基隆不能再有乾坑了 要听清楚这是水路两用的 水路两用 如果今天在海上 无法 因为什么因素 什么什么 无法那个话 在岸上 我想也是一个吸睛的 一个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鸭子船 在明年如果真的在语运当中 觉得不妥 我们互相再来切磋 我们议会 我相信我们同仁也愿意 帮市政务 市政务也愿意让基隆市 大家都为了基隆市好吗 所以我在这边建议 预算还是要过 不过有个淡书 就是你要在 这个鸭子船的营运之前 要提所谓的营运计划出来 提供给我们议会的参考 最后在担忧又争议的审查中 有淡书的通过这笔预算 市政府各局处 在编列预算的说明栏 未来一定要详细的说明 不要让我们的议员这样子 这个语重心长 跟你们说了好几遍 好不好 然后再来 我再重复一下 五千万的这个预算 而附带决议 请市政府与本案招标前 提出营运计划书 并向本会报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机动室议员施伟正在总质询时 询问中山区外木山海星游泳平台的工程 能不能够在12月2号完工呢 如果不能完成 是否能够先找一个下水点 让喜爱海泳的民众下水游泳呢 市长我也要跟你说 关于海星游泳平台这个部分 是我们许多在海星游泳 海星这个平台旁边 这个海域游泳的同好 尤其是这边还特别组织了一个海星游泳协会 这些人他们引颈期盼 他们也非常忍耐 甚至忍耐到 您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张照片 我的12月2号会好吗 上面的那张照片 是这些人已经跑到 我们外木山那个私人岛屿 那里有个下水点 他们跑到那边去游了 老实来讲那里的海流 它的强度是比海星平台强好几倍 因为海星平台那里有一个天然屏障 是有石坡石块的 所以呢它会挡住大部分的海流 不会造成去游泳的人有任何被外卷的问题 他们在那里游得非常的安全 现在大家呢都在期盼 12月2号一定要好 处长市长可以承诺吗 主管单位市政府产业发展处长林鼎超表示 预定就是当天会完成 但是要看天后因素 也不建议再找另一个下水点 市长谢国良补充表示 如果工程受到天后影响 应该还是会在12月2号前后一个礼拜 就可以完成 市政府也会请产业发展处 跟当地海星游泳协会来沟通 我目前还是按12月2号希望他可以 好 如果12月2号很不幸的 发生了没有办法好的状况 能不能够安排额外的下水点 额外的下水点在海星平台那里 先让游客 先让游客能够安全的下水 应该是说如果他2号没有好 最多也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情 我们应该是不是说 就是我们尽全力来在12月2号前后来给他完工 然后让 是不是完工就可以使用 还是完工又跟使用又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先锁定了 我们都其实安排在12月2号前完成 好 我们就锁定了 12月2号 不好意思 因为你刚刚说 如果没有好 是不是可以安排别的下水点 我觉得就安全性的考量 其实这比较没有办法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12月2号前后 我们如果往后一点 我们不要因为晚了一个礼拜 或晚了十天 安排另外一个下水点 造成风险上的控管 是不是 我们就说12月2号的前后 前后一周 我们就是一定会来把它完成 然后在安全的地方下水比较重要 我是不是早一天 去跟这个海星用协会这里的 包含理事长 包含这些成员 是不是能够来跟他们解释一下 或者跟他们说明一下 处长你去说明一下 好 没问题 你这个 你就这个礼拜找个时间 跟议员或者跟关心的 我们的朋友去 去海星那边跟大家 讨论一下进度 说明一下 不然大家不清楚 好 谢谢 请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曾继炎 首先为警员勤务加急请命 同时他也关切 基隆市交通 耗制不断电系统的推动情况 对此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表示 明年将针对中央路口进行试办 我们也因应整个台电的一个电力 可能会中断 所以我们在明年度 有先来做一个示范型的 就是针对我们交通耗制 UPS就是不断电系统的部分 我们明年有先编列100万 针对比较重要的市区几个路口 来先做示范 针对于这些交通的这些 不断电的强化的部分 我们会尽量协助 一起来把它规划出来 因为如果有停电的话 就会造成交通的一个混乱 那我想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慢慢的 有一个完整的配套 曾继炎也提出 人孔盖疹瓶及防滑不佳等问题 对机车柱已经形成严重威胁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什么 这是本席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基隆市政府 对于这个道路的管理调制 我想主管机关是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公务处 那你看这些管线业者 如果我们铺好道路以后 那些管线业者 他如果要维修的时候 把我们本来下地的这扔孔盖 再把它扶上来 然后就再来 再来更夸张的 你看这个 这是更夸张 更恶劣的 这管线者怎么会的 图方便 他上地以后 他就用水泥 随便把你空一空 你看 水泥它的硬度比较强 所以车子如果连过去的以后 就会裂开 那裂开了以后 如果这些造成坑洞 造成骑车的人跌倒 受伤 那又是我们基隆市政府的事情 对此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长强调 除了要求管线工程单位 改善施工方法外 也会将人口盖防滑系数 纳入规范 还是有一些工法 会减少这些情形 那可能 可能那个单价方面 也会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再来讨论看看 研议看看 如果迷零度 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来 这个我们的规定里面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有关于 这个人口盖防滑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在明年 我们的自治条例修正的时候 我们会把人口盖防滑的部分 纳入我们的一个防滑系数的一个规定 今年林维受命接任 益销总队总队长的曾继言 同时关心全市 7000多支灭火器设置问题 他建议可以仿效高雄市 在电线杆上设置消防栓箱 同时逐步采用智慧型灭火器 提升灭火器的妥视率 在电线杆上面设置放灭火器的话 我想这个方法说真的 也不会去妨碍到任何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不用去征求 我们的市民同意 来建制我们的灭火器 那再来的话 我也是希望说 未来我们灭火器 能够朝智慧型的 就是他如果有人去动它 或打开它的时候 他能够自动来发报出去 给我们的控管单位 知道说这个灭火器 有人去使用过的 还是说这个灭火器 有人拿过了 然后再配合我们的邻里的监视器 来看看说 是谁来利用 来用这个灭火器 是不是因为有火灾的通报 还是怎样 金融市长谢国梁回应表示 会因地制宜在设置地点 及灭火器维护保存 与设计上进行改革 强化灭火器的妥视率 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继T-PASS 1200通勤月票推出后 大受欢迎 为了照顾在基隆上班上学的民众 基隆市政府 也在10月16号正式推出288订期票 民众购买的情况如何 带您一起来关心 后面上是基隆二性公车循环站 来来往往的通勤族 大部分都是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来回奔波 他们对于通勤月票的感受 是最直接的 你知道基隆市有推出288订期票 你知道吗 知道我知道 我有用288订期票的方案 有用288订期票 那可以问一下 就是你大概一天的通勤的费用 大概是多少 你可以算一下吗 大概是300-400左右 对 因为我是从基隆火车站开始公车搭 搭到学校的话 然后又回那个深奥坑路老家 就是来回至少超过三四百 对 大概三四百 对 那你身边的朋友或亲戚有在 有知道这个方案吗 他们知道这个方案 您是否有买288订期票 有 那您觉得这样子搭的费用会不会就是节省很多 会 那你可以大概算一下就是你一天就是搭的费用 原本的跟后来搭288有差在哪 嗯就平常上学来回然后再加转车 然后就是288就变得嗯就是比较省钱 嗯 然后比较没有花那么多钱 那你身旁的朋友有知道这样的方案吗 那你身旁的朋友有知道这样的方案吗 那我一天要花36块这样 啊 36 因为两班车 然后来回 所以这样算月票比较便宜 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还会搭火车去别的地方 所以觉得很划算对不对 对市政府推这个政策觉得如何 嗯 就很好 赞 赞 我觉得政策不错 对学生来讲就是 就是学生比较没有什么钱嘛 就比较用这个方案去做这个 车子 通勤的这个 对 因为我上班的话我可能就要从法院那边 然后做到那个 三家百货 然后就要15块啦 或者是做到你喜欢站火车站 这样子来回就30 对 所以一个月就是 而且每天 对 每天都有在使用的话 它其实花费还相当高的 从官方数据来看 也是非常的乐观 根据了解 基隆地区对于288的通勤月票购买人数 也相当的踊跃 那我们预计一个月以内 可以成长到将近有5000到6000的一个市民好朋友 来使用这个288一个月票 我们会在明年度后年持续来推动 那交通部也针对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 后续会编列常态性的公务预算来补助我们基隆市 那我想问一下 您对于这个基隆288的月票的方案 您觉得它是否有符合就是节能减碳的政策呢 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搭公车那个来回很昂贵 所以可能最后就是改骑车或是那个开车 这样子的话就是会造成就是排放量的环境不好 但是有288方案之后就是可以节能减碳 大家也会用大众运输去做搭审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案 现场的访问民众来看 民众对于通勤月票的接受程度很高 比较过后确认都比较划算 所以这一个通勤月票的政策 一方面可以帮助民众节省支出 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算是双赢的政策 记者 宝日生 陈淑平 吴建新 基隆采访报道 主要非白公司 我家的依格来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康欧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保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将处于15至75万发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阿吉借过 你那是无银角吗 怎么了 快教我 什么无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无银浪 赶着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找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哦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肺炎练球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期待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练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设围理 工期陆续将暗夜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小朋友拿到新的跑步鞋都好开心 充满温馨的圣诞节快要到了 在基隆市议员联恩典居中牵线下 基隆市圆圆圣母关怀协会 和救国团基隆市中正区团委会 特地捐赠16双全新跑步鞋 给暖暖区八肚国小三位 以及暖暖国小13位 两所国小总共16位的弱势学童们 帮助他们在岁末年中 圣诞节来临前 有新的鞋子可以穿 我们今天来捐助小朋友的运动鞋 希望说能够尽一点点的小小的心力 让小朋友可以一个快乐的童年 安心的成长 谢谢各位 把这些的鞋子送给这些孩子 我想孩子在成长当中 当家庭比较弱势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跟同学有这样子的比例 但是借着我们这些的社会资源 大家一起来关心 不论他们在运动上面 或者是在同学这个同才方面 他们也觉得 我是有新的鞋子可以穿 让自己生活的活的更有自信 学习的更开心 让他们在运动上也能够更健康 我是秉持着在救国团 当任会长任期是以公益为出发 那所以呢 一双鞋 一份爱 然后我也走了很多乡镇去了 那目前今天来到金融市 暖暖国小 那接着还有九所小学 我们一样照顾中低收入 及清寒家庭的小朋友 谢谢 这项资举也让校方非常感谢 全新的鞋子穿在身上的话 这样不仅是在安全素质上都可以兼顾到 也希望孩子们可以记得这样的物质 其实是透过社会上很多善心的叔叔阿姨们所捐赠 那希望以后他们长大之后呢 如果有能力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爱心呢 可以把它一样的把它无限循环 把它提供出来 而获得这项圣诞礼物的小朋友都好开心 用热情的掌声来感谢叔叔阿姨们的爱心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星期四 定期保兩etic 星期三 际 rook 星期五 分级 皮肤 ists献 May ninguém 觀察